令之方中 今天要讲的是细说诗经的131页 令之方中 那之前我已经有做过一集 是卫文宫之前的故事 那大家要先去看这个故事 会对这一个诗的背景会比较了解 我当时呢就是为了讲这首诗 所以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来做那个故事 所以很希望大家可以先去看上一集的故事 为文宫之前的故事讲解 定之方中 诗绪 定之方中 每位文宫也 未未敌所灭 东喜渡河 也处朝义 齐皇宫 郎容敌而风之 文宫喜居楚丘 始见成事 而迎宫是 得其实志 百姓悦之 国家应付烟 那我们来看意义的部分 定之方中 这首诗是赞美为文宫 为义宫为敌人所灭 为移民东喜多何 处于朝义 其皇宫驱逐龙敌 收复为国领土而风味 这个卫 那我们要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上一集有讲到过这个背景 就是这个魏国是谁王国的 是魏义公王国的 那魏义公王国之后的第一任国君呢 就是 就是齐桓公他帮助驱除隆敌收复位的国土 而封位的这个位是卫代公 那卫代公他只短短在位 一年他就死掉了 那卫文公就是卫代公的弟弟 他是在卫代公死后继位的 所以齐桓公他又在封卫文公就是继位这样子 那后面卫文公迁居楚丘 史建立成是都义 就是原本卫代公他们是在 就是朝邑而居 就是朝邑在那边盖房子而居 也处朝邑 就是石序上面的东西渡河也处朝邑 那个时候 我也简单带一下背景故事好了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你再回去听那个故事 就是那个时候 因为敌人把卫国锁灭 那时候卫义公 他就是尸骨无存只剩下一个肝脏 为什么只剩下一个肝脏 很重要就是你回去一定要听那个卫文公之前的故事 讲解 然后呢 卫国 卫义公被敌人所灭之后啊 那个卫代公就继任为国君啦 他继任为国君啦 东西渡河 为什么东西渡河 因为他们原本的城池建筑那些 全部都被破坏了 所以他们原本居住的地方没有办法居住了 所以他们就是整个国家的人啊 一起搬家 一起东西渡河 那个河啊 就是黄河 那这些在上一则故事也有讲解到我 那更详细的部分要去上一篇故事 就是再去听详细 那我这篇就是讲大概的背景故事啊 野楚朝义 所以卫代公那个时候他们就是在外面啊 就是在有水的地方 就是盖自己的屋子 就是野楚 就是野外 像是露营那样 就是盖一个暂时的居所啊 像是一个暂时的露营的那种感觉 那所以呢 魏文公他这一篇啊 他是在说什么呢 他就是说 我们继续看意义啊 魏文公迁居楚丘 使建立城市都义 就是说他们之前是一个 比较开放式的露营的房式 在外面 魏国人在那边 就是扎营 然后带建筑 然后暂时的居住 那为了要这个国家可以长治久安 可以稳定 所以他们必须要迁居在一个 比较暗定的地方 然后 重新建国 然后 后面 而迎建宫殿 领导人民 忠心为国 得其识 诗其志 人民心悦臣服 尤世国家应付 为人做此诗 以述其宫 就是 这一首诗就是主要赞美魏文公 带着大家就是重新建国 然后他又是领导有方 就是赞美魏文公的诗啊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殷柱这里 殷柱这里面有说呢 在 如敏宫二年冬 六百六十年之前啊 敌人入魏 魏义公 殷浩二 然后这些 他是多么的喜欢贺啊 那这些贺啊 就是他们还要乘坐轩啊 轩是一种有遮蔽的车 那种车通常就只有贵族才可以坐 但是他拉赫坐上那样子的车 那这样就很像是我们现在看到很多人在外面 有没有就是推宠物车带宠物去散步 那样到底是宠物六轮还是人流宠物呢 如果用这个观点来看的话 我们甚至可以说那个魏义公还蛮前卫的 就是这个宠物推车就是在我们这个年代才开始盛行 可是他在春秋时代 他就开始让这个赫做宠物推车出门了 夺风光啊 然后呢 那时候敌人入侵的时候要战争的时候啊 那个百姓就跟这个魏义公说 你就要赫去战争啊 因为赫他有当官啊 赫石有入位啊 那因为就是这样子的原因 所以这个魏国大败啊 那这些我在之前的影片都有讲 大家要去那边再听一下 那现在我们来把诗念一遍 定之方中 坐于楚宠 癸之以日 坐于楚室 树之真理 以同子妻 圆拔琴瑟 身彼虚矣 以望处矣 望处于堂 锦山 锦山与金 降官于桑 浮云其极 忠然允脏 灵雨季灵 命笔官人 新年树架 月于桑田 匪植也仁 丙心色渊 来聘三千 那我们来看第一句 定之方中 定 淫世心也 定心分而正中 于事时可以淫至公事 故为淫世 所以定之方中的意思就是 定心分而正中 正中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小雪的意思 小雪是十月之中气 十二个月皆有节气 有中气 十月立冬节 小雪终于此时 定心分而正中也 那正中的第二个意思就是 方的意思 就是正方形的四方体的意思 毛以为 言定心之分正方而正 取则是之以正其南 应准即以正其北 作为楚丘之公也 那下面 作于楚宫 魁之以日 作于楚室 那个魁啊 它是计算测量的意思 有一个造词叫做魁舵 就是魁茶测舵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前面那一句 毛以为的后面 毛以为 言定心之分正方而正 则取是之以正其南 应准即以正其北 作为楚丘之公也 度以日 度之以日隐 度日出之隐 与日入之隐 以之东西 以作为楚丘之事也 东西南北皆正方 哪为公事 所以呢 这一整句的话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那我们把这一句话 合在一起看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宫 魁之以日 作于楚室 那 在阴柱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魏国王国是在什么时候 魏义公的冬天的时候 王国嘛 他在魏义公的时候 王国呢 那后来魏代公继位 就是一年死亡了 那魏代公继位 一年死亡之后呢 这个魏文公继位了 所以呢 魏文公继位的天气 是什么样的天气呢 就是 比较冷的冬天啦 所以呢 这个定之方中 我们刚刚不是说 定是银定星吗 银定星就是说 就是你要建国这个 银公式 银建公式的这个星秀 是一个吉兆啊 这个方中呢 刚刚我们有说是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小雪的意思 一个是正方形的意思 那所以呢 在这个时候啊 应该算是 这个小雪的这个时节啊 或者是说 他这个城池 也是说一个方形的一个城池啊 嗯 然后呢 坐于楚公 魏之以日 坐于楚世啊 正义曰 世公 以公事为一 未偷而言之 其对闻则意 故上千 楚公为妙 此处居 未居世 那我这里都是用 诗经的原著 就是原著节来所讲的 所以我把文言文讲完之后 我再用白话文为大家解释一遍哦 魏之以日 坐于楚世 魏 舵也 舵日 出日 舵日 出日 入 可知东西 就是说 你测量太阳南 就是日出的方向跟日落的方向的话 你就可以知道哪一边是东边哪一边是西边嘛 南市定北准集 那你知道东西之后你也知道南北啦 所以以正南北 是由公也千余 楚世居世也 君子将迎公世 宗庙为先 救护为次 居世为后 正义曰 正至张义问 楚公金何地 答曰 楚秋在几何间 然 魏本河北 至义公灭 乃东西渡河 也处朝义 则在河南义 又此二章 生曹虚妄楚秋 楚秋与曹 不胜相悦 亦何难明义 那我们来解释一下这什么意思啊 所以这句短短的话非常的复杂 里面有很多很多意思需要去解释它 在定制方中的时候呢 坐于楚公 是前面的坐于楚公跟后面的坐于楚世 它们都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 生意世公才会说 就是 未通而言之 但是呢 它 为了避免重复 就是一个叫楚公 一个叫楚世 但是前面那一个楚公 它是指庙语的意思 后面那个楚世 它是指居世的意思 为什么呢 因为 要淫宫世的时候啊 就是 中庙为先 旧库为次 居世为后 就是你要建立一个国家城池的时候 你要先盖中庙啊 就是你的祖先啊 你的那个 拜拜的就是 圣中追远的 你的一个源头啊 中庙为先 那库 那库 旧库为次 旧库就是你的 放牲口的地方啊 还有那个 存放粮食的那种地方 要旧库为次 居世为后 就是人真正居住的地方 是第三个营建的 还有营建 就是建国有建国 这个营建的这个顺序在 那所以这一句 定之方中 座于楚宫 魁之以日 座于楚世 他这整句话是在讲 他是得时节啊 就是他在建国啊 他在重新 迁都 建国的时候 他有得到这个 好的时节啊 这个时节 刚好是怎样的时节 就是在这个 吟世心他正宗的这个时节啊 小雪这个时节啊 除了在定之方中 点出小雪的时节之外呢 在魁之以日 这个地方呢 我们可以知道 魁之以日 就是说他度量 哪边日出 哪边日落 度量东西南北 然后知道方位 所以呢 他也知道了 就是在这边 也是可以看得到 时节 得时节 这个地方 在魁之以日 跟定之方中 这边都可以看得到 那下一句 竖之真理 以同心妻 圆法琴瑟 这玄签上面说啊 竖此六目 于公者 曰其长大可 法以琴瑟 言欲备也 他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竖此六目 就是 种植这六种数目啊 哪六种呢 就是真 利 以同 心妻 这六种数目 这六种数目 它们是什么呢 它们 制作琴瑟的一个材料 言预备 也要预备什么呢 那我们 有听到一句话 就是 周公至礼作乐嘛 那什么是 至礼作乐呢 至礼作乐 就是 制定礼乐的意思 就是 一个国家的 典章制度的制定啊 像是 礼记名堂里面有说 朝诸侯云民堂 至礼作乐 盼度良 而天下福 就是说 这个 一个国家 要存在 就是说 有那个 地位就是要有 阶级要有分明啊 诸侯云民堂啊 至礼作乐 就是 那个礼乐 就是一个阶级的制度啊 一个 嗯 像我们现在一种法律的感觉 就是 这个统设民心的 统设这个国家的一个规律啊 然后让这个国家 他是有法有度 然后 有节 有节有首 才方便治理啊 所以他就做了这六种树木呢 这六种树木之后 长大就可以来做琴色 做这个乐器 来做一个治理做乐这样的工作 所以这边呢 他这一句话就是得制度 那我们看第一章 定制方中 坐于楚宫 窥之以日 坐于楚世 他是得时节 数之真理 乙同 心妻 缘乏勤色 这是得制度 那第二章 身彼虚乙 以望楚乙 望楚乙 望楚与唐 锦山与金 文公乃千居楚丘之意 始建成 始明得安楚 始建事 始明得交易 而营造公事 既得其时节 又得其制度 百姓喜而悦之 明记复劳 明记复劳 官义充足 至使国家 因时而复圣焉 互百姓美之 这什么意思呢 这整句话 就点出了就是 魏文公啊 他登基之后 他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 首先 他先迁居在楚丘之意 那有可能说 就是之前魏代工 他带他们东西渡河 就是野楚朝义的那个地方 可能不安全 或者是说 没有那么好 所以就是 文公就带着这些魏国的老百姓 就是喜居楚丘之意啊 就是在楚丘的这个城市这边 开始建成啊 那老百姓他有个落脚的地方 得以安储 那老百姓可以安储的话 就可以怎样呢 就可以有市集啦 就是始建市 使民得以交易 就会有菜市场出现啦 那在老百姓安定下来 有市集之后呢 要做什么 而营造公事 所以我们这个定制方中 就是在说 营造公事 那这个营造公事呢 既得其十节 那我们在第一句上面 有看到说 十节是什么呢 就是小雪的时候啊 定制方中 就是营定心 在这个正中的时候啊 又得其制度 那我们也有看到 他种了怎样的数目呢 他种了这六种数目嘛 这六种数目之后 就是可以为情为色 就是可以作为一个 至理作乐的一个器具 所以他又得到这个 礼乐的制度啦 百姓喜而悦之 就是他们就感觉说 哎这一切啊 就是感觉要步上轨道啦 就不会像难民一样的感觉啦 明记父劳 官义充足 致使国家 因时而 赴圣焉 故百姓美之 所以这 这首诗就是要赞美 这个卫文公啊 那我们先看完这一段话 然后再来解释 第二章会更清楚啊 所以我才先解释那一段话 那我们来看 升比虚矣 升呢就是由下往上 就是登高的意思 虚呢就是朝虚 朝就是河流的意思 这个虚是大丘的意思 就是说他跑到一个比较高的地方 就是爬山啊 登高的地方 以望除以 就是登高望远嘛 就是你 因为你可以爬到比较高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这整个环境嘛 以望除以 这个地方叫做除丘 所以叫做以望除以 望除与唐 就是 除丘有唐义者 唐义就是说 嗯 一些城市啊 就是除丘的城市啊 就是你登到很高的地方 你就可以一览重三小 就是你可以看到 旁边的一些 山脉分布的状况 然后河流分布的状况 城市分布的状况 这样的状况 锦山与金 锦山就是大山 金就是高丘 就是说 这个 魏文公啊 他在 定制方中的时候啊 他还要怎样呢 他还要登高去观察 这整个国势 未来的 国家的城池 这个建都 的位置好不好啊 然后 国家有哪些资源 哪些东西 定理方位是怎么样的啊 所以呢 郑玄千就说啊 自何以东 夹于极水 文公将喜 登朝之虚 以望楚丘 观其旁义 及其秋山 省其高下 所依以 乃后建国 甚至至也 就是说 他很谨慎啊 他在建国的时候 很谨慎 就是有观察地势啊 他不是随便在一个地方 哦我们建国吧 就这样 而是说他有深刻的去观察 有亲自去了解 而且他不是交给别人做 他是自己去做 就是亲身去做 所以他在这边的意思是说啊 建国的每个步骤 这个魏文公 他都有亲自参与的意思 包含说就是地理师在看风水好不好的时候 这个国王啊 这个国君 他也一起去跟着看 他跟着这个风水师 他们一起去这个山上看 看这个位置 要在哪一边 建成会比较好 那所以这一段呢 这个第二章的这第一句 他是在讲得地利得风水 那我们前面得了哪些得时节的制度 那这边是得地利得风水 那下一句呢 那降关于山是什么意思呢 刚刚是深嘛 与深相对就是降 就是刚刚不是爬山 然后从山上面远跳嘛 那现在上山之后就是下山 所以降关于山 他从山上面走下山之后呢 他就观察这个桑田啊 就是种植桑树的田野啊 种植桑树的树林啊 因为以前古代是信仰农神嘛 就是种植植物 所以信仰农神 所以桑林里面也有那个词 奉饰桑神的一些宗庙啊 那个庙宇啊之类的 那大家有记得 我们在之前桑中里面有讲到啊 就是桑中就是桑林所在之地 然后上宫就是四桑之祠啊 就是祭祀桑神这个的 寺堂啊 宗庙这样子的地方 所以呢 他就是要来这个农神这边 因为以农立国嘛 所以他就下来就是 可能要去祭拜一下农神啊 就是看一下这个桑田桑林啊 然后呢 那补云其极 就是以前的建国的时候 一定要占卜啊 就是占卜问吉凶啊 如果是凶的话 你当然就是不允许今天建国了 如果是吉的话 他是允诺说你今天就是可以建国了 所以终然允张 终然就是最后呢 结果是怎样子的结果呢 就是说允就是信的意思 张就是善的意思 那最后呢 确实是好 就是这个占卜的结果啊 占卜的结果 他确实是好的 就是吉祥的 你可以现在建国啊 那前面我们说到有得时节 得智度 得地利得风水嘛 那这边的将冠于商 补云其极 中兰允章 他是得什么呢 就是得一个天意啊 得神明的恩允啊 得天时得吉兆啊 就是得这样子的一个上天的应允啊 下一张 灵雨即灵 命笔观人 心炎树架 月鱼相田 那灵雨呢 是什么雨啊 就是天地受人间感召而下的雨啊 像是我们在魏文宫之前的故事讲解 就是上一 上一则的故事 其实就是一直要大家去听那一个 因为那个做了一个小时 我们不是有提到说 就是在那个魏国啊 魏文宫那个时候 他们不是汉宅大汉啊 那不知道该怎么办 所以就是有一个官员 就是出了一个主意说 啊我们去攻打刑国吧 因为刑国他们无道啊 君王无道 所以我们可以用正义的力量 然后去攻打刑国 但或许会下雨啦 结果呢 他们真的就是用这样的理由啊 去集结军队 还没有出兵哦 就集结军队 就真的是下雨了 然后解决了魏国的汗灾 有没有很神奇 所以 有时候天是跟人心相感应的啊 可是可惜呢 这件事情 后来演变的便没有很好 那你想要知道 这个故事是怎么发展的吗 那就去听上一篇的录音档案吧 灵雨季灵啊 所以灵雨是天地受人间感召而下的雨啊 它也象征帝王的恩哲啊 季灵啊 灵就是落下的意思 就是 这个 呃 甘灵就已经落下来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原本他们是一个漂泊无一的感觉啊 那现在我们已经居有定所 而且开始建立城池了 那是不是感觉整个心都安定了 这整个就是魏文公的这一个 呃 德政的避应 让这个百姓都是内心很踏实啦 就不会再有一种流浪的孩子这种感觉了 所以这有可能是真的有下这场雨 就是这个急躁的雨 象征就是诸世大吉的这个雨 可能真的有下这场雨 那也有可能是说就是 案子就是魏文公的德啊 德政啊 就是已经下来了 所以他们就是建城池的这个时机已经到了 命笔官人 新年数驾 月于桑田 那命笔官人 官人就是古代主管驾车的小城 那新年数驾呢 心烟 心烟就是心烟的意思 就是披着星星 就是有一个成语叫披星带月嘛 就是晚上的时候啊 就是可能你熬夜或是工作到很晚啊 披星带月 所以这个心烟是很美的词语 叫做披星啊 就是心烟啊 披着星星的一个夜晚啊 数驾 数驾就是早起驾车 那这是心烟数驾是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们就是在一个地方去旅游 比如说阿里山好了 阿里山日出很有名嘛 那我们要去看这个美妙的日出 我们是不是在天还没有亮之前 我们就要赶到那个目的地呢 我们就要赶快开车去那个最美的山上 然后去看第一眼日出那个太阳出来那一刹那 那个天空那个霞光芒天的那个样子 我们就是要等待那一刻 所以我们就是要在晚上出来 才能看到白天的第一道光芒 日出的那个瞬间啊 因为那瞬间消失的非常的快 也变化的非常快 那所以呢 星延数驾就是说 他就是在晚上的时候开始出发 然后早起的驾车 就是晚上到白天的这段时间 就是星延数驾 月于桑田 那月呢就是喜悦嘛 那这边也会有奖励的意思 桑田就是种桑之田 就是说这个魏文公啊 他就是很早起啊 早起到就是他去桑田里面巡视啊 就是鼓励这些种田的老百姓 就是你们要多努力 我跟你们起努力这个样子啦 会不会觉得说他们起的就是太早了 很习惯呢 其实不会 因为农地的人 他们都必须要起的很早 不只农地的人要起的很早 我记得像是 红楼梦里面王西凤 他是管事的嘛 他好像也是必须要 四点钟就开始出门 就是管事情了 因为四点钟开始出门管事情 就是要开始背教啊 因为他还要去宁国府 龙国府这两边跑啊 就是他两边都管啊 那个时候就是在 秦可卿死掉之后 他就必须要管两边的这个帐篷 所以他就很早起很早起 就是很早起做轿子 这样子 就是类似这样的意思在 非直也人 秉性色渊 来聘三千 是什么意思呢 非就是不但 就是不 直呢 就是耿直正直 也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也 人就是人后人爱 那他这个是在 赞美魏文公啊 魏文公是怎样子的人啊 他不但是一个耿直的人 他也是一个仁爱的人啊 他有多耿直呢 就是在他的国家 遭遇到大难的时候 他就说 欸你们谁能够 把这个国家弄得很安全 我就把王位让给他 有多耿直啊 他有在上一个录音档里面有讲到 大家希望可以去听啊 然后秉心色渊 是什么意思呢 秉心呢 就是持心的意思 就是他秉持着 怎样子的一颗心呢 色渊之心 什么是色渊之心 就是赌厚成实的 思虑深远的一颗心啊 像是诗经被封的艳艳里面有说 众世任指其心色渊 就是赌厚成实的一颗心啊 劳心劳苦这样的心啊 莱聘三千 莱呢 就是一种马 这种马高七尺叫做莱马 那聘呢也是一种马叫做尺马 就是莱马跟尺马有三千多两啊 那这个马象征什么 这个马其实象征一定程度的国力哦 因为其实呢 在魏国的时候被敌人灭亡的时候 他们是赤品一无所有 连门板啊 啊还是不要说太多 希望你们自己去听 反正他们就是非常的贫 贫穷啊贫困啊 所以没有什么财产 都是人家的捐赠啊 那马的话就象征一定程度的兵力啦 有马就会有什么就会有马就嘛 那所以我们刚刚不是也有说吗 就是说 君子将赢公事 宗庙为先 救库为次 居士为后 就是 最三点最重要的是什么 就是我们 那个国君要盖一个城池 三点最重要的 一 中庙 二 救库三居士 那我们这有没有在这个诗里面看到 有哦 第一个 宗庙在哪里看到呢 宗庙的话 定之方中 坐于楚宫 这个楚宫这边是 宗庙的意思 好 那第二个 救库为次 那这个救库呢 我们没有看到 但是我们在看到第三章的时候 有来聘三千 有来聘三千 有这个马了 是不是就一定会有马就的库房呢 就一定会有啦 那有宗庙 有马就 再来就是居士啦 那一样是在第一章的最后一句就是 坐于楚室 这个楚室是居士 那这个魏文公呢 他带领这个魏国 获得了怎样子的就是发展呢 在左撰里面有记载说 元年隔车三十胜 纪年乃三百胜 就是说在魏文公 刚开始当这个国王的时候 魏国的国君 诸侯国的国君的时候呢 他的隔车只有三十胜 那到了晚年的时候 在他晚年的时候呢 隔车有三百胜的 那什么是隔车呢 隔车就是古代的兵车啦 他就是说 一个国家有兵力 代表说什么呢 代表说这个国家 有一定程度的稳定了 因为 这国家要先能够稳定下来 才能够养兵嘛 所以呢 代表说 他们已经从一个王国的一个处境呢 到这个国家 渐渐有了起色啦 那有了起色是多少呢 多少人呢 答案是不足六千人 所以其实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啦 那其实发生了怎样子的事情呢 大家一定要去听前面那一个录音档 我真的做了好几天啦 那我们来回顾一下这首诗啦 定之方中 坐于楚宫 窥之以日 坐于楚世 是得时节嘛 那 树之真理 以同心妻 圆法琴瑟 是得制度 身彼虚矣 以望楚矣 望楚与堂 锦山与金 是得地利风水 降官于桑 浦云其极 忠然允 尊 这是得到天意 神明的恩允 得天时 得吉兆 那我们刚刚才讲完的第三章呢 凌雨继灵 命笔官人 新年树架 岳于桑田 非子野人 丙心色渊 来品三千 这是得明君啊 他是在说这个魏文公啊 他是恩哲啊 就是已经到了这个民间的百姓啊 怎么说呢 他非常的早起啊 天还没亮他就起来坐车 然后去巡视这个农田 然后奖励这些农田的老百姓啊 跟着他们就是一起同甘共苦啊 然后他这个人怎么样呢 他不但正直 而且很有仁爱之心 很仁慈 而且呢 他的个性是 城后组成的一个个性啊 那这样子的个性呢 也让这个魏国啊 有来品三千 就是有来马跟聘马 就是来马跟慈的马 聘马就是慈的马 慈性的马 就是统称为马 来马统称为马 就是有能力可以饲养牲畜啦 所以这首诗呢 就是赞美魏文公啊 就是在这个国破交往之后呢 就是让老百姓得到一个安定的生活 那他是秉承天意啊 成为这个魏国的国君了 好啦 那我们今天定制方中 就已经为大家讲解完毕了 虽然看起来短短几句话 可是里面的含义却是非常的多 所以我就操了很多东西 那我操的东西都是那个 那我操的东西都是诗经极注的东西 就是用文言文来解释 会比较清楚啊 就是他本来的意思就是以前古人就有很多的注解了 会比较清楚 那谢谢你的收听 那讲一个废话 就是说我在做上一个录音档的时候 我应该有花了五天吧 我觉得应该是有五天的时间 就是可以看我几天没有更新 看我部落格最准 就是我部落格的文章是哪一天的文章 然后这一次上去的文章是哪一天的文章 就可以知道我上一个录音档是花几天的时间 因为上一个录音档我是在今天早上 我才把它弄完了 就是他传输的时间 要一个晚上 因为他有一个多小时 因为像我做那个英文的影片的话 他十二分钟嘛 十二分钟就要一两个小时去跑那个影片 一两个小时 好像吧 还是两个小时多吗 我忘了 反正就要一两个小时跑那个影片 那我这个一小时多的这个影片 他跑了好几个小时好像有 嗯 反正至少有六小时吧 六八小时还是九小时 反正他又跑了一整天的影片 所以 所以做这个影片就是还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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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非公的啦 然后上传的时间也是 两个小时 就是做好这一小时多的影片 上传到YouTube 他也是 花了两三个小时上传到YouTube 就是可以知道说 这个过程中真的是费了很大的心力啊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多多支持 上一部影片 可以的话 把它看完或者把它听完吧 就是 上一部影片真的是 花了我蛮多听的时间啊 很希望能够有人去听 虽然我妈说 哦一个多小时一般人都不会想要去看啊 但是我还故意把这个网址 偿给很多人 看能不能够乱枪打鸟 让更多人去听这样 这个一个多小时的影片 因为实在做的太辛苦 一定要有人听啊 好谢谢你听我的废话 拜拜 拜拜